我喜欢它但我想玩 我母亲不太喜欢与人交往 与我们家有联系的客人很少 我看这里也对过 我爷爷曾经缩小他的隔绝范围 他总是鼓励他与人交往 以消除自闭 然后珍珠一遇 使我们快乐 我大爷是我们家的客人 他和他的家人 我大爷和他的丈夫住在一起 他是曼苏拉市的一名阿拉伯语老师 于是他们搬到埃及 以便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月的暑假 我发现自己在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中间 于是我母亲手中的缰绳被放松 最大的男孩是十岁 最小的男孩正在爬行 安静的房子变成了马戏团 像猴子和矮子那样跳跃着 我玩得很开心 我几乎愉悦快乐的放调了 当我们厌倦了房子时 我们去了马路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妈妈想阻止我和他们出去 但我的大爷冲着母亲说 让他们和孩子们一块玩 两姐妹性格不同 虽有相似之处也罢 我的大爷非常肥胖 没有过于担心他的孩子们 当我的祖父离开家时 他用甜美的声音唱歌 仿佛 至于我的母亲似乎 恰恰相反 他受弱 深居减出 很多的恐惧和焦虑 过度的温柔到变态的地步 他的生活环境消耗了他的神经 他几乎没有自我 直到所有的忧郁 笼罩了他 也许他对姐姐和我们站在一起 并不完全满意 那个月他没有淡漠自己的情绪 但是他的孩子们带走了我 撇开了他 他们为了我败坏了他的放弃 他曾经向我大爷抱怨 他害怕我遭遇车祸 女人 轻笑了一声 用不无指责的口句对他说 你儿子是血肉之妻 我儿子是钢铁链成的吗 增强信心 脱靠真主 至于在我所有的愉悦中 我忘记了我母亲的所有教会 我屈服于一个月的快乐 他碰上了我单调的生活 就像一场欢乐的梦 我从头上满了我离房 我投身于 毫无节制的 我儿乐怀抱 我不感到疲倦或无聊 晚上我们回家时 我会把大衣服的头巾戴在头上 我模仿他的语气讲话 像他那样打根 然后嘟囔地说道 我请求伟大的真主宽恕 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笑着 一个月如梦似幻 但梦想不会长久 它将会过去 我心碎地看到箱子 他在清点和堆积准备离开 离别的狂热那是拥抱与平安 小推车拉着他们 我带着伤心的眼泪 从阳台上和他们告别 我母亲告诉我 你在街上玩耍和奔跑够多了 并且回到我身边 正如你不离开我 我也不拥住你 我默默地听他说 我曾经非常爱他 但我也想象这样 玩得开心快乐